大家好,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。 婆婆脑血栓五年了,生活只能半字里,都是我伺候在策。 这段日子,她的血压、血糖又不稳定了,入院调理了半个多月。 这不,今天出院,哥嫂一家都来了。 做饭期间,嫂子曾拎着长裙进来走了个过场,问我要不要帮忙。 我看着她满手,带钻的指甲和细根凉鞋,还是让她去外边歇着了。 我着急忙慌地总算凑了八个菜,有荤有素,有鱼有肉。 客厅里堆着从医院带回来的杯碗瓶罐,换洗衣物,谁从旁边走过还得踢上一脚。 大哥围着婆婆欢声笑语,嫂子矜持地坐在椅子上刷着手机。 小侄子穿着鞋在床上跳得乱七八糟。 在医院不眠不休地陪护了多日,回来后又忙着钻进厨房, 看着自己满身油污,只觉得身心俱疲。 看着那几个人不动弹,我耐着性子好声好气地又喊了一句,开饭了。 婆婆扫了一眼饭桌,马上变了脸色,鱼钱呢? 正值春季吃鱼钱的季节,往年嫂子爱吃, 我趁着闲时总是上述摘上一些给他们烧到城里。 今天从医院赶回来,哪有时间去摘鱼钱? 嫂子假惺惺地说了一句,妈,凑合吃点算了,没事的。 可是婆婆突然就怒了,你嫂子一年都不回来一次, 季节菜本就是吃个鲜,过了这个时候哪还能弄到? 看着婆婆咄咄逼人的样子,我只觉得心寒。 哥嫂都说了凑合吃点算了,又不是什么好东西,干嘛非得吃鱼钱? 我早上饭都没吃,就去办出院手续了。 妈,我也一直没闲着不是吗? 谁知婆婆突然捞了一碗热汤,朝我扑过来, 紫菜蛋花汤顺着我的头顶落下来,我的心凉到了谷底。 连个鱼钱都舍不得给吃,真是小家子气,说话那么会气,说谁不是好东西呢? 大哥健壮连一张纸巾都没有递给我,却连忙给婆婆顺气。 妈,别生气,刚出院,医生说你受不得刺激。 家里要是住得不高兴,这次你跟我走吧,去城里住,也当散散心。 弟妹,你也是,明知道妈是个病人,和她计较什么。 大哥话里话外,好像平时我苛待了婆婆的意思。 婆婆第一次生病时,老公工作忙,又感觉自己近身,伺候她妈有些不方便。 她求着我去医院照顾,就算我是替她尽了孝心。 我在病床前守了三天三夜,端食端尿,直到她可以下床走动。 大嫂工作忙,买点水果匆匆过来探望一眼。 婆婆就高兴地上了天,美得直向病房的人炫耀她的大儿媳妇多么孝顺,懂事。 不知道的,还以为我是她请的护工。 大嫂盯着自己的脚尖,假惺惺地说, 妈,都怪我用不惯农村的大锅大灶。 没帮着弟妹做饭,你别说小和了,都是我的错。 这些话更是火上浇油,婆婆像被点燃的炮仗,她心颜子小得跟真一样,她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,还想跟你比。 你那手是敲电脑算账的,能和她一样吗? 再说了,你有才有貌,肚子又争气,给我生了大孙子,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。 不提孩子还好,说起她的大孙子,想起我家不受重视的女儿,我心里的愤怒像是熊熊烈火在燃烧。 我刚生产完,婆婆撩开包被看了一眼,是个女儿,白眼翻上了天。 她说,生不出来,儿子都怪女人的肚子不争气,有的女的注定命里就没有儿子,没等到我二十四小时观察期过了,她就找借口说地里还有活,匆忙回家去了。 当时是寒冬腊月,地里寸草不生,哪里还有活。 整个月子期间,我没吃过她做的一顿饭,老公硬生生从厨房小白炼得炒出来一手好菜。 除了月子,她的头疼,腰疼,全部都好了。 等着嫂子怀孕时,她早早地准备着包被,尿布,准备去城里伺候月子。 嫂子早就找好了月嫂,根本没让她抱到孩子一下,都说十年看婆,十年看习,月子之仇不共戴天,按照她对我的方式,她死在床上,我都不该心软。 老公厂里的司机临时有事,她被叫出去送了一车祸,满身是土,回来就去洗澡了。 这时候,她洗完出来了,听到动静,连头发都没顾得上擦,环顾了众人一圈,连忙过来打圆场。 都消消气,消消气,大嫂想吃鱼钱,我去摘,小河赶紧去换身衣服,没烫到吧。 妈,你这脾气真是越来越健长了,都说老小孩,我看真是一点都没说错。 老公把我连推带嗓的哄到卧室就出去应付众人了。 偏心的婆婆,淋不清的歌嫂,或悉尼的老公,每一个人都让我喘不过气。 外边几个人,反倒像没事人一般,坐下来准备吃饭。 我突然就不想忍下去了,冲出去直接把桌子掀了个底朝天。 虽然我忙活半天的饭菜被打落在地上一片狼藉,可是我胸口堵着的那口气突然就通畅了。 反正已经掀了桌子,有些平时说不出来的话,倒不如摊开来,好好讲一讲。 妈,你生病这么多年,你摸着良心问问,是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你。 然后我指着大哥说,大哥,大嫂不是想吃鱼钱吗? 好,我给你摘,你们都金贵,还得让别人摘了做了,递到跟前,你们吃一口都算给我们脸了。 我从天房拿了一把电锯,三下两下把门口那棵胳膊粗的鱼树锯了个干净。 大哥,大嫂瞬间变了脸色。 我把支支叉叉的鱼钱树摆了满院子,大哥,嫂子不是愿意吃吗?都带走,连着妈一起带走。 婆婆这下不愿意了,我侮辱了她的宝贝大儿和儿媳妇,又把她扫地出门了,岂能罢休。 坐在地上就开始哭,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啊,找了个这样的儿媳妇啊,她是嫌我活得命长啊。 她一边哭,一边眼巴巴地望着老公,池双啊,你管管你媳妇,她是要把我气死才高兴。 老公上前一步刚要劝我,我马上放出话来,池双,你今天要是敢说我一句,咱们马上离婚。 女儿已经长大了,她能辨是非,别让女儿看不起你。 提起女儿,老公的心里有些动摇,终究是什么都没说出来,只是默默把婆婆从地上扶了起来。 婆婆见状,连忙又看向大哥,希望她能挺身而出,为她解围,毕竟大哥可是刚许诺了要把婆婆带走的。 我平息了一下怒火,对大嫂说,大嫂,你刚才也听见了,大哥说妈在家住得不开心,说来也是,我手脚粗笨的,有时候惹妈生气了也不知道,要不就让妈出去散散心吧。 毕竟赡养父母这事,俩孩子都有义务是不是? 大嫂是读书人,我深知她不会撕破脸,拒绝得太难看,可是眼看她的脸搭了下来,用狠利的眼神冲着大哥瞪过去,结结巴巴地张口道, 好,我,我和池峰也是这样想的,妈,你要不要跟我去楼上住? 她从前也是这样,带着询问却等着拒绝的意思,反复问婆婆好几次,假意邀请她去仪表自己的孝心,婆婆哪能看不出来,她总是忙着拒绝,自己大儿媳妇可是像仙女一样的人物,让她伺候自己, 可不得折了瘦,可这次与我彻底撕破了脸,再加上她是真心喜欢老大,想参与他们的生活,婆婆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,拍拍屁股上的土,坐上了大哥的车。 婆婆走了,家里瞬间安静下来,老公蹲在台阶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,山雨欲来风满楼。 我有些心寒,相伴多年的男人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,唯独每次牵扯到婆婆的事情上,她总是拎不清。 可是烟雾缭绕中,老公既纠结又无奈,她不怎么会说话,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, 媳妇,你跟着我受委屈了,我妈今天确实做得太过分了,今天我在家妈还对你这样的态度,平时我看不见的时候,她指不定让你生了多少气。 从前我总想着,我不比大哥差,娶得媳妇善解人意,又有可爱的女儿,妈年纪大了,我们做小辈的顺从着点,老人也开心。 现在我明白了,妈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,在她心里,我永远都比不上大哥。 是啊,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,越得不到爱的,越想拼命证明自己。 老公心里也苦。 自小,大哥无论是长相还是学习都是顶好的,大学毕业后进了殖民大企业做工程,娶得媳妇也是财貌双全,父母都是高知,婆婆觉得这样的媳妇跟她说句话都是抬举她了。 大哥结婚时,公婆掏空了半辈子积蓄,在城里给她安了家。 搬新房那天,嫂子说省城有风俗,要老人压床才能有福气,公婆欢喜地去了,没想到嫂子说的老人是自家的娘家父母。 他们连口水都没喝上,就灰溜溜地被赶了回来。 公公至死都没住上她儿的新房,反倒是我老公,在她父亲弥留之际将她接到我们家里,端水端饭,皆是皆尿地送了她最后一程。 老公不一样,她从小招猫斗狗,大字不识几个,初中毕业就辍学了,在长途货车上跟车,后来年龄大些,由没人牵线,娶了我。 因为我是个孤女,从小跟着爷奶长大,爷奶去世后再无亲人,家里穷,要求的条件自然低。 从前我以为,是我自己身价低,得不到婆婆重视,现在我才明白,其实老公又何尝得到过父母的一丝真心。 婆婆脑血栓后,哥嫂也象征性地提出来把她接到城里住,可是婆婆以楼上的房子小,憋得慌为理由拒绝了。 还说我家里开着个木材厂,每天都做员工餐,少不了她一口吃的,还是住在村里自在。 当时我们也是这样想的。 反正就是一口饭的事,能给我们造成多大影响,可是婆婆可远远没有那么好打发。 她虽然大小便可以自理,但是右脚被血栓影响了,走路不太灵活,每天需要人扶着做康复锻炼。 她不认字,吃的药需要一日三餐分装好,饭前的,饭后的,都需要给她端到跟前。 她脾气还大,每天做的饭挑挑拣拣,一点不顺,心意就摔打。 这下彻底绑住了我,什么都干不了,幸好孩子再读寄宿学校,不用我照看,只是辛苦了老公,他一人盯着厂里的事情。 说是加工厂老板,其实我老公既是车间工人,又是维修工,既是司机,又是保安,哪里需要他,就去哪里。 老公辍学后用发的第一笔工资给家里买了个太阳能热水器。 他看到别人家都有单独的洗澡房羡慕得不得了,坐在安装工人的车上,一整路都在响, 以后爸妈下地回来再也不用烧热水洗澡了,自己虽然学习不好,但是才十几岁就能靠自己的努力给家里添个大物件了。 可是婆婆看到后破口大骂,你这个小崽子,干了几天活就感觉自己了不得了,那么贵的东西说买就买。 不知道你哥上学要花钱吗?上学没你哥成绩好就算了,这脑袋瓜子是木头做的吗? 做事一点都不知道思考,老公被婆婆劈头盖脸的骂。 那时候的窘迫和尴尬大概也记不太清了,但是婆婆最后一句话却深深烙在她的心里。 就你这点出息,娶媳妇都费劲,幸好你哥争气,我还有点指望。 老公那时候就暗自下定决心,总得做出点成绩来让他妈看看,这个儿子也不白养。 后来大哥读书,工作走得远,老公在家逐渐挑起了大梁,事业,家庭一步步走上正轨,他从心底觉得自己总算争上了这口气。 可是时隔多年,儿时的那颗子弹正中眉心,他终于幡然醒悟。 看着他这个样子,我的气消了一大半,我有些不忍,不停地安慰他,你很好,你没有错,错的是妈,她是非不分,偏心地厉害。 只要你能理解,我就不委屈,现在妈走了,我们也过几天安生日子。 没有了老太太,日子清静了不少,可过了几日我渐渐发现了不对劲。 经过村里的中心时,一群老娘们儿立马不说话了,全部目光注视着我走远,然后低着头凑在一起叽叽喳喳。 我去村头小麦不拿快递,老板娘二婶子看着我,欲言又止。 二婶子岁数不大,但是辈分大,又排行老二,村里大半部分的人都得叫他一声二婶子。 怎么了?二婶子?我脸上有东西吗?怎么总盯着我看? 原来隔壁麻将桌上,大家都在说闲话。 说是我家把婆婆欺负走了,看见婆婆走的时候还抹着眼泪,直呼我和老公是白眼狼。 村子不大,但传话的人多了也就变了位,村东老黑家死了只羊,传到村西就是老黑家死了他娘。 我家闹得动静大,人们不了解内情,议论也在情理之中。 可是二婶子拉过我悄悄说,人家都说,老大家给了你们好几万块钱,你和池双还不知足,这才把你婆婆撵走的。 要我说,何呀,有时间把你婆婆接回来,毕竟她是长辈,再说现在找个保姆才多少钱,几万块够找多少保姆了,是吧? 我直接傻了眼,几万? 我何曾见过哥嫂给的钱?要说,我老公的工厂结算完一个月才一万多的收益,他哥嫂给这么多钱,我怎么也得把婆婆供上天去。 可是照顾婆婆这么多年,除了日常买菜买衣服,光是买药和营养品每个月都搭进去不少钱,都说孩子多了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 可是哥嫂一家不仅一毛不拔,还让婆婆把他们宣传得孝顺无比,我们两口子出钱出力,却被扣上一脑袋使。 我都能想象出来,婆婆在街头唾沫星子乱飞地跟人们吹嘘她大儿子多有本事的样子,真是让我恶心。 二婶子,你信吗? 我赵和向你保证,我们要是拿了歌嫂一分钱,我天打雷劈。 二婶子用怀疑的神色望着我,和呀,不是我不信你,也不是挑拨你们夫妻的关系。 你想想,这钱是不是持双拿了没告诉你。 说完她就去柜台张罗卖货了,留下我一个人呆呆地出神。 从心底来讲,我是不愿意怀疑老公的,这些年来她除了有些余孝,其他方面做得不错, 对女儿和我都好的没话说,没有像其他男人一样催生要儿子,虽然嘴笨点,但是处处都让着我。 但是她耳根子软,我也是知道的,怀疑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,只有开诚不公才能解决。 我一路杀到老公厂里,他刚刚忙完车间的活,他累得瘫坐在办公室里。 老公,我想问你个事,大哥是不是给了你好几万块钱? 他有些诧异,却回答得自如,是啊,你怎么知道了? 我像炸了毛的公鸡一样,对他大吼,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 你知道外边的人都怎么说我们吗? 说我们忘恩负义,一点不顾及兄弟情义,你要是早说大哥给了钱算作咱妈的赡养费,那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他们发脾气啊,做人得讲良心啊。 说着说着,我呜呜地哭起来,老公有些傻眼。 媳妇,我知道你很急,但是你先别急,什么赡养费? 你怎么说得我糊里糊涂的? 大哥之前给我牵线介绍了个活,有个加工厂要了一批木材。 最后结账时是通过大哥结过来的,这是老早之前的事了,要账可费了大劲了。 最近才要回来,一共四万多都在公司账上,不信你可以查。 原来如此,这就是婆婆所谓的大哥给的赡养费。 我说清楚了来龙去脉,老公也被气得不轻。 说着就给婆婆拨通了电话。 刚接通,婆婆在电话里就哭了。 双啊,赶紧接我回去吧,我在你哥这是一天,都住不下去了。 他们工作忙,一走就是一天,屋里这些电器我都不会用,想炒个菜连煤气都开不开。 我已经白水就馒头吃了好几天了。 老公顿时就心软了,赡养费这时也没问出口,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了。 才不到一个月,婆婆就待不住了。 可我记得大嫂的朋友圈可是热闹得很呢。 嫂子把我屏蔽了,我偶然拿着女儿的手机才刷到。 刚把婆婆接走那天晚上,嫂子就发了朋友圈去吃了海鲜自助餐,装修豪华的自助餐厅里。 各是海鲜摆了满桌子,他们一家三口,加婆婆合影凑满了九宫格。 只是婆婆笑得并不开心,因为她根本吃不了海鲜。 接下来几日,大嫂的朋友圈逐渐从孝顺,亲切,懂事的好儿媳,变成文字抱怨,烦死了。 没文化真可怕,没那富贵的命,偏偏生了富贵的病,我才不是老妈子。 电话挂掉,老公也有点不忍,她试着和我沟通, 媳妇,不行,咱们把妈接回来吧,外人怎么说是他们的事,我们总要问心无愧才好。 我气她不长记性,可是也真怕婆婆在那儿再呆出什么毛病, 只能无奈道,你要想接就去接,我大不了再辛苦点,毕竟那是你亲妈,我们孝心尽到了,也好给咱们女儿做个榜样。 她笑嘻嘻地抱着我亲了一口。 我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到了省城,正赶上哥嫂一家吃午饭, 老公不想在饭桌上扯起话头,没完没了,准备把婆婆接上就走。 妈,吃完饭收拾好了,咱们就走吧。 可是婆婆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,我不回去,谁说我要回去了。 你哥嫂照顾得可好了,你看这饭,比小河做得好吃多了。 婆婆面前堆着一大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和糖醋里脊。 她碗里的大米饭堆得高高的,拌了一大勺红烧肉的酱汁,吃得满嘴流油,很是满足。 大哥起身就要去拿筷子,小河你们两口子块一起做下吃点。 你嫂子的红烧肉做得最是拿手。 嫂子按住了她,把碗里最后的几块肉往婆婆和小侄子碗里分了分。 我特意给妈做的,她吃得高兴就好,说起来,我都还没尝,妈,咸淡还行吗? 不知道平时妈过的是什么日子,我看着都心疼。 我知道小河节省,可是老人辛苦了一辈子,吃点好的不算过分吧。 婆婆忙不迭地点头,顺势又往嘴里扒拉了几口饭。 小河平时这不让吃那不让吃的,还是你嫂子大方。 婆婆血糖高,平时在家都是我单独给她蒸好荞麦面馒头或是糙米饭。 这次出院医生千叮宁万嘱咐,一定要注意饮食,大家都是知道的。 老公忍不住劝了一句,妈,医生说过,最好清淡饮食,红烧肉生糖, 真的很快。 婆婆吃美了,撂下筷子擦了擦嘴,你就是被小河洗了脑,光知道用医生来压我,我吃得不多,这不是好好的吗? 池峰给了你们那么多钱,真不知道都花到哪里去了,非要从我这老婆子的吃食上省。 婆婆不提这是孩爸,她一提起来,我们所有人都变了脸色。 大哥马上出言打断,妈,你瞎说什么呢? 既然说出来了,我必定得搅和起一滩浑水。 我从包里掏出老工厂里的流水和送货记录,还有大哥的转账记录。 妈,你在外边说说也就算了,可是当着大嫂的面你,不好瞎说的。 大哥给池双的钱是有个工厂,要的木材,你看这些记录都一清二楚,可不是我们拿的大哥的赡养费。 大嫂顾不得矜持了,抢过去看了半天,脸色越来越黑。 她强忍着平静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,池峰你也是的,这么大的事不跟我说一声,现在真是长本事了。 既然婆婆没有回去的意思,我和老公不多留,赶紧从他们家里溜了出来。 回去碰到了二婶子,她看着我们欲言又止,我主动上前解释。 二婶子,我和池双刚刚从大哥家回来,认凭我怎么认错,她就是不回来。 说来也是,我不如大嫂细心,她把妈照顾得妥贴,你看今天做的饭可丰盛了。 我拿出饭桌上录的视频,给二婶子看,那钱的事也说开了,你也知道我婆婆那人,就是爱在人前显摆,其实是没有的事。 二婶子喜笑颜开,就是吗? 我说,小和你们两口子不是那样的人,说开了就好,别伤了一家人的情谊。 你们去了这趟,村里人就不会再嚼舌根子了。 大哥大嫂,家里可就没那么太平了。 大哥这些年,没少依靠大嫂的娘家给介绍活,嫂子一家怕大哥动了不该有的心思,一向在经济上面对大哥卡得比较紧。 他顺藤摸瓜查下去才发现,大哥不知道什么时候迷上了网络赌博,在外边欠的钱高达几十万。 大嫂这下彻底动了怒,她和大哥吵翻了天,大哥跪在地上信誓旦旦的保证,再也不堵了,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。 婆婆看见自己捧在心肩上的宝贝儿子在大嫂面前这么卑微,她一时间没忍住,冲上去给了大嫂一巴掌。 家里的钱不都是我儿子赚的,她花点怎么了? 我儿子学历高,长得又好,在我们农村里,想要嫁给她的小姑娘排成队,要不是看你有个城市户口,才不会娶你呢? 平时大嫂被婆婆视为眼珠子,别说打一巴掌了,连说句重话都舍不得,如今自己儿子有错在先,却不讲道理地偏袒她,到底还是母子怜心。 这是闹得惊动了大嫂的父母,二老来了说什么都要大嫂跟大哥离婚。 婆婆受了刺激,一头栽倒在地上。 大哥通知我们的时候,大嫂还在气头上,她收拾了几件衣服,直接去外地旅游了。 看着手术室的灯一闪一闪,我的心揪起来。 大哥坐在手术室外的长凳上,双眼星红,像只发怒的豹子,他揪住老公的脖领子,拳头高高地扬起。 吃双,你满意了吧? 你媳妇把妈气走,又巴巴地跑到我家里来找麻烦。 你们两口子没本事就算了,我跑前跑后地给你们找活,如今还来反咬我一口, 你大嫂气消了也就算了,如果你嫂子真要跟我离婚,我们谁都别想好过。 这话说得难听,老公忍不住了,大哥你给我介绍活,我感激你。 但是这是怎么传到妈的耳朵里的你比谁都清楚吧? 你优秀,你厉害,你给妈长脸了,可是我也没有白收过你一分钱,相应地提成我也给你了。 你不和嫂子说清楚怪我吗? 你去赌博输了钱,是我的问题吗? 不要觉得全世界都像妈一样惯着你。 说到婆婆,老公的眼睛有些红了, 她迎面对上大哥的拳头,皱着眉头警告大哥。 妈要是没事,咱们还能做兄弟,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像你说的,咱们谁都别想好过。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,医生通知我们,婆婆脑袋的血栓堵住了动脉血管,虽然手术清理了,但是还有残留的栓子可能会压迫到神经。 简单来说,命是保住了,但是基本上瘫痪在床了。 听到这话,大哥脚底有些虚浮,看样子对婆婆还生出了几分真心。 谁知道接下来她喃喃自语道, 妈,您若是真疼我,还不如死了算了,这样恐怕要拖累死我们。 接着,医生马上询问哪位做家属陪护,尽快配合医院做登记。 大哥不假思索地说,肯定是小和,他照顾妈有经验,再说了我们两个大男人多不方便。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厚着脸皮说出这番话的。 我平静地回他,好啊,我照顾也没问题,我和大嫂轮着,一人一个月,你们是老大,你们先开始。 你大嫂都快跟我离婚了,你还让她来照顾妈,你疯了吧? 这不是还没理吗? 老公这次出奇地镇定,他提出来,大嫂不来也行,要么你找护工,反正咱们两家轮流。 从前小和照顾了妈好多年,我也不跟你计较了。 你要是不想,费心也行,把钱给我,我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。 大哥这下是真的急眼了,他在医院里破口大骂,说我和老公不是东西,一点不顾及兄弟情分。 直到护士过来提醒他不能大声喧哗,他像疯了似的逃离了医院。 逃了也没关系,我们就照顾一个月,等着到了时间,我会找个救护车把婆婆给他打包送到家里去。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,各项体征平稳后,医生通知我们可以出院了,再住下去也就这样了。 出院那天,婆婆昏黄的眼珠滚了几下,在人群中寻找大哥的身影。 老公一边给他喂水一边说,妈别找了,大哥没来,您睁开眼睛看看我,是我。 持双,最后还是你这个最不喜欢的儿子来管你。 婆婆发不出声音,只能死死地咬住吸管,表示她的愤怒,随即眼角的泪水滚落下来。 其实对于婆婆来说,她现在动不了,远比之前能动的时候,好照顾多了,她不会说话不会动,我就算苛待她,也丝毫没有一点反抗的力气。 可是本着良心,我还是花钱找了一个住家的护工,伺候她翻身喂饭,喂药,希望她能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活得体面些。 婆婆偶尔想跟我说话,我过去后,她的喉咙咕噜咕噜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 我猜她是想问大哥去哪里了,为什么从来没有来看她? 我大声地凑到婆婆耳边说,不知道大哥去哪了,等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 我说的是真的,老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上她了,早就到了该她管婆。 那天老公特意开车去了一趟市里,发现她家里大门紧闭,询问邻居也说家里一直没亮过灯,大概率护主没在这住。 就这样,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,大哥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 老公也隐约担心大哥会不会受不住打击,走上歧途,或是遇到了什么危险。 我在村里见到人就问有没有谁能联系上大哥,我们很担心他。 可是,某天我刷到了平台的视频推送,大嫂注册了一个全新的账号,上面发了许多她和大哥旅行的日常碎片。 合着我们在家又出钱又出力地伺候着瘫痪老妈,你在外边早就和大嫂和好如初,两个人度起蜜月来了。 我向那个账号发去私信质问,紧接着,这个账号把我拉黑了。 婆婆的身体像是破败的落叶,一日不如一日,渐渐的水和饭都喂不进去了。 老公坐在床前叙叙叨叨地说了许多,说他和大哥小时候去下河摸鱼,正赶上水库放水,他差点被冲跑。 婆婆做好了饭,怎么都等不到他俩回家,跑到水库边上才发现大哥光着膀子和他紧紧抱在一起在水里扑腾。 婆婆吓得半死,连忙找人才把他们捞了上来。 妈,你那会是担心大哥多一点,还是担心我多一点? 如果我冲跑了,你会不会怨大哥? 说他在三年级时把烤了个十八分的卷子藏在书包里,不敢拿回家。 大哥故意在饭桌上提起来,自己又烤了年级第一,那炖饭都没吃完。 婆婆拿着烧火棍把他的屁股揍开了花。 妈,其实我也就是成绩不好,论起做人这方面,我比大哥强不少呢。 还说秋季收了新玉米,婆婆总是收上一箩筐去打爆米花,每次他哥俩总是抢着吃,抢到最后剩个底,他拿起袋子就跑。 妈,我怎么会不知道,每次打完爆米花,你总是抓出来几大把偷偷给大哥留下。 说着说着,老公气不成声,每一件事都是他不被爱的证据。 婆婆听得很激动,他的手指动了又动,整个人使出了全身力气,想要辩解。 老公轻轻按住他的手, 妈,你不用解释,我知道你只爱大哥,没关系,这么多年我已经释怀了。 可是婆婆还是很狂躁,她面色极为痛苦。 眼睛死死地盯住床前的柜子,我逐渐发现不对劲。 妈,你是说柜子里有什么东西吗? 婆婆的眼神亮了起来,我打开柜子,把里面的衣服全部放出来,在柜子底下,发现了一张存折。 是婆婆的名字,有整整三十万,是她和公共一辈子的家产。 老公问她,你是说这钱留给大哥? 婆婆看看钱,又看看老公,我突然明白,她终于幡然醒悟,想要用这笔钱弥补老公永远没有得到过爱的童年。 老公握着存折,像个孩子一样哭得不能自己。 当天夜里,婆婆走了。 走得很体面,身上干干净净,没有一点褥窗,头发一丝不苟,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见到她疼了一辈子的大儿子。 老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炮仗点燃。 农村里的习俗,有人去世,两声炮响,就是向全村街坊邻居报丧了。 我不知道大哥是怎么得知的消息,婆婆走了的第二天,她和大嫂终于一起露了面,同时在沉静许久的朋友圈更新一条状态。 门前有车不算富,家里有娘才算福,阴阳两格,永失母亲。 听说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,见到谁都说,我没有娘了,最疼我的老娘走了。 她好像知道众人会对她议论纷纷,进来就跪在婆婆关前,妈呀,我来晚了。 我去了北京,上海打听了最好的专家,想要给你治病,你怎么不等等我呀? 说着,她拿出来一打诊断报告,不断地向众人展示着。 我再清楚不过了,这些都是做给外人看的,真是难为她还跑到婆婆手术的医院把这些报告复印出来。 二婶子向来心直口快,池峰,你别假惺惺的了,你妈还不是你媳妇让吃红烧肉吃的,要不然呀,她还能多想几天福。 就你们两口子还大学生呢?这点道理都不知道。 二婶子家有个糖尿病的老爷子,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食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有多严重。 送葬队伍回来,老公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,仰天嘶吼着喊了一声妈,在场的所有人都湿了眼眶。 宾客都走得差不多了,大哥才露出真面目。 他直接闯到婆婆生前的卧室,在柜子里就开始翻腾。 他一抬头,正对上老公阴沉的目光。 池双,妈把钱给你了是不是? 我就知道,你献着殷勤在妈跟前伺候,就没安好心。 我告诉你,妈早就许诺过我,这钱是给我儿子留的,你自己不争气,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,怪谁。 老公不紧不慢地找了张椅子坐下,大哥,这钱是在我这儿,但是我不可能给你。 妈在临死之前,都想着能见你一面,可是你呢? 为了逃避照顾咱妈。 玩失踪的那一套,大哥被戳到痛处,直接和老公就撕打到了一起。 我也忍不住直接抡起一个凳子,朝大哥头上开了瓢。 吵闹间,本性的大爷爷被堂叔搀扶着进来了,一同来的还有村里的李书记。 大爷爷是老公爷爷一母同胞的亲大哥,他今年八十九岁高龄,在我们家里的地位尤其高。 他拿着拐杖指着众人,你们的母亲尸骨未寒,兄弟两个为了点钱大打出手,真是丢人。 持风是老大,本该有个当大哥的样子,这些年你母亲生病的时候,你在哪里? 自己家里的烂事都处理不好,就惦记你妈手里那点钱,还要不要脸。 他话风一转,指向大嫂,持风媳妇也是,你妈葬礼上你连跪拜都不肯,现在舔着脸来要钱。 下葬那天,大嫂金贵的步行跪拜礼,只鞠躬送行。 他身子略弯,毫不羞耻地说,在我们那边才没有这些伤风救俗,心意不再跪拜。 他可能以为村里的众人都像婆婆一样抬举他的身份,可他没注意到大爷爷脸色早就黑成了锅底。 我早预料到还会有这场争端,特意提前通知了大爷爷过来为我们主持公道。 你妈是个拎不清的,糊涂了一辈子,天心了一辈子,我们大家有目共睹,临死了还得捅个大篓子,这么一笔钱两头都许诺。 这是存心让你们兄弟俩打一架呀。 大爷爷说得没错,婆婆这笔钱早就口头承诺给大哥,却在临死前又给老公透了底。 凭大哥那个混账劲,我们分他一半都觉得亏得慌,更别说他想全要了。 我和老公对视,都在对方眼睛里看出来一股鱼死网破的尽头。 没想到的是,大爷爷在李书记和众人的见证下掏出来一封泛黄的遗嘱。 是公共找人写下的亲自签字,按过手印的。 你爸当年是吃了这个亏的,临死前都没住上老大的新房,他后悔呀,他求着我找人给他立下这份遗嘱,就是怕你们兄弟两个将来为了这是反目。 遗嘱上写得特别清楚,他和婆婆二老的房产、田地、存款等全部财产,兄弟二人间不分年长。 不论贫富,哪个孩子出力最多,孝顺的最多,就由哪个孩子继承。 若是上天垂帘,两个孩子都尽心尽力,则由二人评分,请本性的家族兄弟共同见证。 这对我和老公来说是意外之喜,没想到公共还留了这手。 大哥同样意外,他呆呆地站在原地,任凭众人的白眼, 在他身上一遍遍扫过。 大嫂索性也不装了,直接放眼警告大哥, 你答应过我,用你家老婆子的钱去堵上你的窟窿, 现在这钱要不过来,咱俩也玩完了。 我陪你来,已经人至意尽,持风,我们结束了。 后来大哥是在全村人的唾弃声中灰溜溜地离开的, 他躲了许久,要债的早就把他家里的门槛踏破了。 那些要债的以前也来过我们家里寻找大哥的下落, 当时家里只有我和瘫痪的婆婆。 各位大哥,你们也看见了,持风连瘫痪的老娘都不管, 我怎么会知道她的下落,倒是听说大嫂家里蛮阴实的。 我拿出手机打电话,不小心露出来大哥和大嫂游玩的视频。 这次他一回到市里的家中,就被要债的人暴揍了一顿。 他还打着婆婆这笔钱的主意,咨询了几个律师, 发现胜诉的概率不大,身上也实在没钱, 最后连打官司的钱也付不起了,这事就不了了之。 他走投无路,只能再去求着大嫂复合。 大嫂这时候正好查出怀孕了,要债的上门,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搬了个空, 大嫂动了胎气流产了。 大嫂的爸爸知道自己不争气的女儿又吃了回头草, 气得心梗进了医院。 风水轮流转,伺候老人的这活, 他们两口子总要体验一番。 我和老公把婆婆给的这些钱, 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了一下, 又包了吉姆果园,辛苦是真的, 但是生活也越来越热气腾腾。 我们始终坚信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。 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, 你只管善良, 剩下的交给天意。 现在是示弃此正强的理论。 感谢观看